如果这一生当中还是不能放下 那么换一句话说 你依旧不能脱佛 我们念佛求往生 往生也要放下 空有两边放不下了 阿弥陀佛来借引你也没办法 也没办法把你拉去 还是去不了啊 要把这个四十真相搞清楚 念佛不住 底下讲不知五 这个五是不执着也不执着 这叫一空到底啊 还有一个我两边都不执着了 你还是执着 执着个两边都不执着 还是出不了三级 不执着 只是执着 实际上是有啊 那就是一切有违法 你不去执着他 明了他的真相 不去执着他 不执着是空啊 这就是空有两边不住 就世间法而论 这个六道理念 欲接色阶是有 我们不执着不执着 无色阶是空 无色阶也不执着 所以空有两边都不执着 你就超越轮回了 轮回里头 怎么会四千呢 就是执着空有两种人呢 他出不去 我们要晓得 轮回是非常不容易突破的 就我们自己本身而言 我们有过去是 有过去 当然就有未来 这个三世英国是真的 不是假的 过去还有过去 过去无时 无时界来到今天 过去身中不是没有修行的 不是没有文法了 一文法一修行 为什么还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就是轮回那个关口 没有办法突破 我们在六道里面 各位如果很冷静的想一想 你也曾经在天上待过 你也曾经做过天王 也曾经当过上帝 这真的一点都不假 你也曾经下过地狱 六道里面哪一带没去过呢 边出身边窝围 不知道干了多少次了 为什么没有办法突破 没有办法超越 就是空有两边总是执着 总是不肯放下 只要你空有两边不执着了 不学佛也超越轮回了 所以这个不一定说 学佛才能成就 不学佛没成就 没这个话 那不学佛的人成就的是 我们佛门叫他做独觉 他没有接触过佛法 他也懂得 他也能够超越达到这个目标 称他做独觉 在佛门把他归纳到 披之佛这一类 所以我们的 这个生生世世不能成就 并根在此地 这下我们搞清楚了 如果这一生当中 还是不能放下 那么换一句话说 你依旧不能突破 我们念佛求往生 往生也要放下 空有两边放不下了 阿弥陀佛来接引你 也没办法 也没办法把你拉去 还是去不了 要把这个四十真相 要把这个四十真相搞清楚 念佛不住 底下讲不知五 这个五是不执着也不执着 这叫一空到底啊 还有一个我两边都不执着了 你还是执着 执着个两边都不执着 反而是出不了三级 金刚经商交给我们修学的邀灵 就这三句 空有两边不执着 并不执着也不执着 你的亲近心就现前了 经常讲得很好 信心清静 这身实相 你的自信 本具的薄弱智慧 就现前了 实相薄弱就现前了 薄弱智慧在哪里 不是在金刚经里头 是在自己亲近心里面 只要恢复亲近心 智慧就现前 所以是一分亲近就透一分智慧 两分亲近就透两分智慧 怎么亲近呢 放下而已 这是把金刚经修学的方法 也就是祝佛如来 从初发心 一直到成佛 他们修学的邀灵 为我们说出来了 即使本经所说 无无相 无法相 也无非法相 这就是前面叫我们 原顿妙观 原来原顿妙观呢 就是不知识 不知虚 不知无 那么这个就是金刚经上 所讲的无无相 不知实是无无相 不知虚是无法相 不知无是亦无非法相 无法非法聚空 这是一空到底 云顿妙观 就在这个境上 这个方法 理论方法都在 金刚经里面 在下面 是教给我们 也就是我们现在 所谓是落实在生活上 要怎么做法 是有而不住有 我们每天生活 从早到晚 工作 待人 接屋 这都是有啊 离不开我们现实的生活 生活一切都照常 我们原来是怎样的生活方式 我们无需要改变 原来做些什么工作 也不需要改变的 照常去工作 照常去生活 那个观念变了 观念怎么变了 不住有了 金刚经前面教给我们 应无所住 不住就是不执着 我们在生活里 再也不执着 以前在生活里 念念都执着 念念都计较 所以妄想分别 执着烦恼 重重无尽 这个日子过得很苦 现在能够说 一切都不执着了 你就自在了 你就感觉到很轻松了 你的生活很自在 工作很轻松 在应酷中 在应酬当中 你就显示的真正的幸福美满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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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